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我要准备进到小组里面 可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心理预备 因为你知道这一群人 好像是都已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 那我又是一个新加入的 我们来聊一聊 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一个新来的人加入到小组的里面 那你也就借着这样的方式 能够尝试来回答他的问题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一个新朋友加入教会当中的时候 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因为大部分小组 如果很热情来对待他的时候 有的人会觉得很受到欢迎 所以有的人会很开心 说大家这样热情的欢迎他 可是也有些人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就是别人的热情对他的时候 造成一种困难的压力 其实我刚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就是很多人看我在台上分享的时候 不感觉到我是这样 可是真的如果跟我很熟悉的人 就会发现我是一个还蛮避暑的人 就是说我还是一个蛮内向害羞的人 就是只有跟很熟的人 然后我就可以很活泼 其实说真的以前我加入教会的时候 我的教会刚好就是属于那种 很热情 很活泼 敬拜 很大声 然后大家都很热情的那种人 可是我刚加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大家都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有压力 我是那种我不知道你逛街怎么样 有些人逛街就是那个店员 如果你一走进去 他就开始 要不要看什么东西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 你就很有压力 然后你就很有压力 我就不用 我就想跑走了 可是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就觉得说 没有关系 我就是很委婉 其实这个主动权是在我 我可以跟他说没有关系 我想自己看一下 那你晚一点再招呼我 或者是我等一下有需要的时候 我再来问你 但是我还是可以继续地 在里面来看看我喜欢的那些产品 同样的我觉得当你进到小组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很喜欢热情的人 那当然很棒 其实说真的 热情其实是好处 因为如果他们自己是一个小圈圈 那才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 你加入小组 另外一种问题就是 他们自己聊他们自己的话题 我就不理你 根本就我自己像是一个 那个什么陌生人 我是个空气人 然后就是好像这个当中没有人理我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可是他们如果很热情地欢迎我 代表他们其实很希望 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加入到他们当中 他们乐意我荣物当中 可是如果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 那也没有关系 我就让他们知道 就说我还是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来看看 就说没有关系 我就是先进来静静地来参与 我以前在找教会的时候 我以前的家离林良堂比较近 所以我带着我妈妈 我妈妈想在家里附近找 那我就带她到林良堂 说真的 我在林良堂坐过一个月的礼拜 然后我就记得是在宣教大楼 然后我就带着她坐在二楼的上面 都没有人来跟我们 都没有人 然后反正也很轻松 就是我们就带她就在那个地方 就是带我妈妈看看 我们回改 他其实是有提供我们一个机会 就是说我们有提供一个午餐 然后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到几楼去吃一个午餐 不过我们就自己没有去报名 就是说真的 有些时候 你就是想要说在这个地方先 因为你是属于那种比较谨慎的人 你好像要观察比较久一点 然后你才会再跨出一步 再跨出一步 其实这个就是个人特质 这个特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像我记得我老大小时候 他看到大家玩 他不会马上冲进去玩 他会在那边看一下 然后看久而久之 他才会慢慢地再走进去 他是比较谨慎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导权在你 我觉得take your time 不要着急 别人如果对你很热情 那其实那是一个好的讯号 代表他们欢迎你 但是你可以照着你的个性 慢慢地来 没有关系 而且你也可以让他们知道说 我的个性 可能我要再看一下下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那我想那些真的很欢迎你的人 他们一定会给你这个时间 对 其实我觉得 真的是不要有压力 真的是在小组里面 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 寻找归属感 一不小心就为了要融入这个群体 必须要改变我们自己 那我们相信一件事 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但是不是我们为了要迎合 这个群体的一个期待 那当然我们也提醒 就是所有的小组 一定要在他的热情当中 学习去尊重每一个人的 他的独特 跟他的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刚才提过的 提到过的 一个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 这个小组 他因为他内聚太久了 你至于他已经 不知道自己已经营造了 一个小圈圈的模式 其实他可以很热情欢迎你 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融入 你也完全没有办法 打进到他的圈子里面 那个是个更大的问题 因为真的也有 我们也听过很多的福音朋友 加入进来之后 他发现你们都在讲 你们听得懂的笑话 或者是说你们自己 那有一种 有一种 我觉得其实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是说 当他们的关系都很好 然后我要切进来 其实我自己本身会有一种 尴尬跟一种隔离的感觉 那我通常都会建议是说 如果小组里面 特别有一两位 在这样的一个接待上面 或者是 可以在关系上面 可以更深化 去跟这些新朋友连结的 这样一两位的 这样的弟兄姐妹 那我其实观察到 常常我们进入到 一个新的群体当中 那有一种欢迎 其实是 那种欢迎不是整体的欢迎 因为整体欢迎 有的时候会招架不住的 可是他如果安排一两位 其实就是陪着你 我记得我们 很多年前做小组训练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提到说 当一个新人来的时候 当然如果他是有 邀请来的 或者是说他的朋友带他来 那他所信任的朋友 应该从头到尾 陪伴在他的旁边 然后跟他解释 现在在发生的每一个流程 我们在破冰 那这个破冰是干嘛 我有一个牙医 这个牙医非常非常的特别 而且他的生意 非常非常的好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每次去看牙医 其实都是很恐惧 因为你嘴巴张开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那我的这个牙医 非常非常特别 他在做每一件事 他都会先预备告诉你 接下来这个是什么动作 那这个动作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酸 但如果不舒服的话 你就跟我讲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下一个动作 他其实一直在铺陈 在预备 然后让你其实是很有安全感 跟安定的一种感觉 你就觉得说 好像他是手把手 带你在看这个看诊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眼睛闭起 你眼睛张开了 可是你看不见嘛 你会有一个不安全感 其实任何一个进到小组群体的 其实他都有这个不安全感 所以我要说的是 你有这个不安全感 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其实你根本不认识这一群人 坦白讲说真的 有的时候 他们在分享 那么敞开 其实我说真的 一个新朋友来 他也会觉得很突兀 因为我在听你的分享 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听了 我自己都会很尴尬 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安排一个 真的是一个他熟悉的 或者他认识的 甚至是一个比较在关系上面 很知道怎么样 应退进退的人 在他旁边 然后就跟他解释说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那接下来要干嘛 然后等一下 是要分享话语 就是我们可能是讨论 上个礼拜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 听到的一篇讲道的信息 又或者是 甚至他可以给他 前情提要 我们在学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之前做了什么 然后接下来要干嘛 那我觉得其实说真的 某种程度 可以减低他的一个焦虑 我真的要说 有的时候 我们太习惯小组的人 很难去体恤一个 很难去体谅一个 这是刚来小组 然后就完全不认识 然后我们开始就是 我们的那种敞开 真的是有的时候太赤裸 人家真的会招架不住的 因为他就觉得说我们 我也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我 然后你们一开始 就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我是不是也被期待 是这样的一个要求 要这样的赤裸敞开 所以你就发现 大部分新人来的时候 最后我们就说 有什么代导事项 是 他通常说还好 大概都是这样 还好 或者是说 就是这种健康 他其实 世界和平 类似这种 那其实你真的要了解 我觉得 一定要学习陪伴跟等候 意思是说 在他没有预备好分享的时候 就允许他参与 我觉得他愿意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其实才是比较合适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从一个简单的角度来讲 就是从一个友谊的历程 就是说 你加入到这个小组的时候 这群小组的组员 他们其实已经是很久的朋友了 所以他们的友谊历程 已经是很深了 所以他们已经进到这种 他们生活当中 去分享这种彼此的软弱 甚至是 大家都知道 彼此生命中的缺点 那甚至可以 这个很开玩笑以对 他们都觉得很OK的 那但是你 因为你刚进来 你知道刚做朋友的时候 总是 大家先聊一些 可能工作上的事情 或比较外围的事情 聊聊天气 聊聊新闻 聊聊工作 对不对 然后最后聊聊 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 那后来越来越深 聊得越来越契合了之后 大家才会讲一讲 困难 然后在那困难当中 彼此帮助 又讲一讲彼此的软弱 讲一讲最近 心里面难受的事情 就是朋友是这样 越来越深的 我们都交过那种朋友 第一次 他跟我们讲 他心里面的挣扎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的友谊 已经进到一个 更深的阶段 所以我觉得 这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说 不是小组的问题 是任何的友谊关系 你就是你在任何地方的 友谊关系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你这群人 他们是比较久的朋友 而你是新加入的朋友 所以你跟他们之间 友谊历程 只是刚开始 但是这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之后一定会 越来越深入的 那说到风格 我倒讲了一件 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周永远有人 比你更热情 我刚刚说 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 那后来我 至少我在一个 灵恩的教会里面 这个很活泼的敬拜 赞美 很热烈的祷告方式 然后我也自己觉得说 我好像蛮习惯这种 很热情的 我就觉得 我聚会是喜欢 比较活泼的方式 比较热情的方式 后来我到英国 去进修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我就先找了 家里附近的这种 这个Church of England 你知道这种 那种Anglican Church 很漂亮的歌德式教堂 然后他们还有那个 有一个装备课 教你怎么敲钟的 教你怎么敲那个 然后在那个聚会 我就觉得非常传统 然后就站起来 念那个公导书 然后就是这样站起来 然后唱歌 然后最后我就 这个聚了一两次之后 我就觉得 我来找一个 后来我就 我就再去找了一间教会 是Baptist Church 那是在一个 很大的一个会堂里面 然后大家做的 就是读圣经 但是我还是感觉到 好像已经比那个 活泼了 比那个圣公会 又活泼一些些了 这个尽兴会 然后但是呢 我还在找教会 我在一个地方 是认识一个陌生人 然后他就在礼拜天早上 他就说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说 你在找教会吗 他就看着我 我就说 对 他说你要不要来我教会 然后那个女生 是一个黑人的女生 她穿得很民族风 我就想 就很非洲风格的 然后他就带我去 然后那是一群黑人的聚会 然后就只有里面 只有一个黄州人 然后他们就开始 他们一进去 他们那种跳 是我觉得我们 什么再热烈 什么敬拜三美 都完全比不上 他们就手牵着手 然后就开始跳起来了 然后他们那种唱歌 那种跳跃 然后在里面 我就心想说 我好像走错了地方 我该怎么离开 这样子 那后来我就说 我今天是一个 很棒的文化体验 他就是很热情 要留我电话 再邀我下一周再来 那我觉得 其实说真的 每一个人都有 他适合的方式 那你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个性 都有他适合的方式 那有些时候 不见得是你不适合 可能你需要花 多一点点的时间 你就可以融入 那你有没有压力 一定要分享那么深呢 其实我觉得 我们有句话 说不要交浅延伸 你的现在 你跟他们的友谊 只有到这个阶段 你只有信任 只有到这个阶段 你就是分享一个 你生命当中 比较简单的需要 这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但随着友谊 越来越深 随着信任 越来越被建立 你慢慢就会发现 这些群很真诚的人 你可以信任他们 那那个时候 你很自然而然 就会想要分享 一些内心的事情 但是没有任何压力 你不需要感觉到说 你一定得要怎么做 我觉得在小组里面 其实小组的目的是因为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 你真的没有机会分享 就像刚才你谈到的时候 你来到这个 林良堂的主日崇拜 你可以参加一个月 其实基本上 没有人太多跟你互动 因为就那个 一个半小时嘛 而且我们都在对焦 在讲台 或者是说敬拜 所以小组的 其实的目的是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 在关系上面 能够建立 当然一开始是有意义 然后再来是肢体的一个 属灵的一个 弟兄姐妹的关系 那我要说的是 如果是建立关系的话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 关系的进程 刚才提到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信任感 那信任感 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而且需要在彼此的互动当中 感觉到有一个真诚 其实是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 在很多的热心当中 其实他也会感觉到的是 很多时候新朋友 感觉到的是 Do you really care? 你真的关心 在乎还是你在做一个 好像是你们很习惯做的 一种关怀 那我也是非常鼓励 就是在跟新朋友互动的时候 其实你真的要对这个人 有兴趣 你要对他的生活 有兴趣 对这个人 所以那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更多认识他 就是问问题 你对他的生活 对他的家庭 对他的生命 真的是一个 一个curiosity 这样的一个好奇心 其实是可以让一个人 在更多的谈到 他自己的过程当中 能够很自在的 越来越多的敞开 但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要说 有的小组 他其实 有的小组 其实没有那么小 有的时候 真的这个很发旺的小组 其实他也可能有时候 一不小心 就十几二十多个人 你说任何一个新的人 进到这样的一个群体 要跟十几二十个人 分享敞开 对我们来讲都很挑战 其实说真的 你说我们两个人 三个人 比较信任的物责 我们聚集起来 其实可以谈很深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也要做一些的设计 其实真的 你要他在十几 真的 其实真的不容易 那个门槛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有的时候小组 他会再把它分成小家 再分成两三个人 或者是其实现在 在流行的这个RPG的 一个复兴祷告的小组 其实他 比如说在三个人当中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两三个人 这样的一个敞开跟分享 或者是两三个人 开始建立友谊 其实相对的是 真的容易很多 因为我要跟十几个人 去建立友谊 要跟十几个人 去表达我自己 其实很多的 很多人是困难的 你说就算是外向的人 其实那种都很难 很真诚 因为我可能要讲的一个 是让大家都可以 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 我觉得那个是困难的 那还有另外一种 其实可以 可以找到归属感 其实是透过 有的时候是透过爱言 一起吃饭 有一些的活动 所以其实我也非常鼓励的是 不是只是一进来 我们就坐下来 就开始分享 其实小组还有很多 其他的可能性 就是不管是透过 一起做一件事 或者是去吃饭 或者是很多这些 互动当中 你就发现 那个信任感 其实有的时候 小组的信任感 不是在小组当中建立 是在小组之外的时间 如果我们有一起的互动 我们一起去做一件事 我们一起去 比如说你真的帮 你真的搬家 需要帮助的时候 然后你提出来 然后大家真的 一起去帮你的时候 那个都是在建立友谊 跟建立关系 信任感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Amen 其实我觉得 生命本来就是要分享的 神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去 一起去经历生命 那个是真正 Fellowship 团契真正的意思 就是我们要一起 经历生命 那所有的这些架构 跟组织 其实都是为了人而设计的 好像耶稣这样讲 他说 安息是为人设立的 所以同样的小组 是为了人而设立的 其实说真的 我们都经历过 不是小组的时代 我们经历过团契的时代 以前那个有一种 大概可能四五十人 三四十人 甚至还有更大的 七八十人的那种团契 然后后来 我以前当过团契主席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当过 团契主席 就是那就是你要去规划 很多活动 你知道吗 有时候安排庆生会 有时候安排篮球 有时候安排查经 有时候安排祷告 就是安排很多 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几十个人在一起 是不容易 后来小组化运动 就是说 他把一个五六十人 七八十人的团契 变成是一个十个人 十几个人的小组 那时候关系就可以更紧密 当然 有时候甚至对一些人来说 十几个人都还是太大了 所以还会有小家 或是RPG 这样子的设计 我要做的重点就是说 真正的关键是 我们需要在群体的当中 我们需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跟其他属灵的家人 一起来分享 来经历生命 那这个团契 它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它首先是在当中 我们会有一个 我们会有真诚 跟相互的关系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团契关系里面 我们会愿意对彼此真诚 我们会愿意彼此来帮助 你对我好 我也对你很好 你照顾我也照顾你 这是一个 从真诚跟相互的关系 可是慢慢的 我们会进到更多的同理 我们会进到更深的怜悯的里面 那当你在这个真诚的里面 越来越多 我们就知道 彼此的挣扎 彼此的困难 我们就有更多的这样的同理 那我很喜欢华里克牧师 在《标干人生》这本书里面 他讲的 他说其实团契有三种层次 第一种层次是分享的团契 就是说好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们除了小组之外 我们也很喜欢去看电影 我们也喜欢去爬山 我们也喜欢去吃饭 我们的感情很好 我们这一群感情很好 这是分享的团契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服饰的团契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我们开始一起去做一个宣教旅程的时候 那不一样了 那就不一样了 我们一起去短宣 我们一起在某一个事工团队里面 一起每个礼拜在里面做 哇 那个感情很好 好像你知道很多敬拜团的人 成员都非常好 因为他们要练团 对不对 所以那感情很好 所以那个服饰的团契 就进到另外一种很深的 第三种 是受苦的团契 你会知道说 有些时候在小组里面 你知道他生病 你知道他的亲子关系 你知道他们的婚姻遇到的问题 你们在陪伴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有那种孩子叛逆 爸爸妈妈遇到孩子叛逆 孩子去逃家 然后主人陪着他去找 到处去找孩子 然后我们有那种夫妻 然后先生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妻子不知道去哪里住 有这样的把妻子 接到他们的家里面去住的 然后你知道在那种 那种团契的关系里面 或者是有经济遇到的困难 然后大家一起来帮助他的 然后甚至有人奉献了 一整年的房租给他的 然后你知道 有的人陪着他到去找房子 有的人陪他搬家 你知道那种 在受苦当中的团契关系 是你会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的 所以在你受苦的时候 我在你的身旁 我受苦的时候 我知道你在我身旁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 这三种层次的团契关系 其实我们不只要鼓励人 加入到小组当中 当然在这个当中 你是有主导的 你随着你的个性慢慢来 没有关系 你没有任何的压力 你不是觉得一定要怎么做 但真正重要的是 我要祝福每一个人 进到这种 分享的团契关系里面 也进到服侍的团契关系里面 而在我们的受苦当中 我们也知道 有肢体跟我们 一个肢体受苦 好像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 你知道我们 好像我们一同哭泣 我们也一同欢笑 我们的肢体受苦 我们就跟他一同哭泣 我们也一同欢笑 所以这是一个受苦的团契关系 我要祝福每一个人 都能够进到这样的团契关系当中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 我们会不定时地 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欢迎你 一定要留下问题 也不要忘记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还有 现在在Podcast上面 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